那老師您進到這邊之後啊 Smart之後 手上有一個盒子對不對 這個盒子 好這個盒子那 裡面呢 在他的那個下一排這裡 加 第二排 在這邊 就有一個開發板 就有一個開發板 Smart是Webduno開發板 算是最小的一個 最小的一個 那 長得像這樣子 這樣一小小而已 好那他上面的內建 我把這樣你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他上面呢 有內建兩 應該說三個元件 一個是光明電阻 光明電阻 再來上面有三色LED燈 然後呢 最下面 還有一個 小小的按鈕開關 等於說有三個元件就直接 放在上面了 就放在上面了 另外呢 因為開發板比較小 所以說 他提供的 電源還是兩個 5伏特跟3.3 但是接地就比較抱歉啦 就一個而已 所以 不夠的就是要透 透過那個 麵包板 麵包板 再來就是 您看到所謂的 PDM的 這種 類比的 這裏有三個 好這裏有三個 12 13跟15 但是其實他已經跟我們三色LED共用 所以平常我比較少會去 接到這三個角位 因為你接上去 這邊燈也順便會亮 也順便亮 所以大部分我就比較不接這邊 那主要就是接這些數位角位 大概會接這幾個 好大概接 那其中 那個光明電阻 用到的這個AD 好 那角位上 我們待會積木他會寫A0 都是一樣就是 他是用到這一個 類比訊號 所以大致上他的角位是這幾個 好角色這幾個 那如果呢 老師可以稍微待會我可以試看看 您用那個 電源線 電源線接上去之後啊 會看到像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 第一次接上來的時候 他會先閃 紅燈 去尋找我們 現場的那個無線WiFi 閃紅燈 那如果連上去的會像這樣剛剛一樣亮一下綠燈 然後就熄滅了 所以如果老師您的是 連線失敗的 你會發現 你的紅燈會一直亮著 左上角那個紅燈會一直亮著 如果 成功的應該就是熄滅了 應該就熄滅了 我們現場 這邊我有那個 現場到後面這裡有一台 這個 無線基地台 所以他會連到這邊 他連到這邊 那 當然如果您回去 或是在學校也沒用 就要稍微進去設定一下 好進去設定一下才可以用 這個是我們先 讓老師稍微了解一下 您如果 就是在那個Smart 接上去之後 他多的這個動力 但是我現在要去做 但是我現在要來 是否有個